感谢神 谢谢敬拜团 我们很享受这样的敬拜 也谢谢主过去几天 在这里的服饰 感受到非常的幸福 不仅在这里的敬拜分享 生活都很习惯 也很熟悉 连食物也是很熟悉 所以不感觉到好像 有在国外服饰的感觉 所以在这里分享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由 好 我要继续来分享 婚姻中的叹息与盼望 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 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如果我们是可以的人 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 请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这段经文谈的是现在的苦楚 即便是圣灵有出结果子的人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仍然避免不了现在的苦楚 有苦楚当然就会有叹息 基督徒很多时候很困惑 我不是已经信主了吗 我不是已经得救了吗 为什么在今生的里面 仍然有这么多的苦楚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尚未完全得赎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很重要的提醒 我们肯定的 当我们信主 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的灵魂 必定是得救的 将来有一天 我们到主那里去 我们肯定我们灵魂是得救赎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今生的里面 我们的身体是还没有完全得救赎的 因此罪信仍然在我们的肉体里面 所以我们会有挣扎 当一个人信主得救之后 很重要的记号就是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开始会有挣扎 所以你有挣扎 证明你是得救的 所以因为肉体跟圣灵挣扎 圣灵也跟肉体相争 所以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因此人活着就一定会有苦楚 因为只要我们肉体还存在着一天 我们的罪信就会存在着一天 这绝对不影响我们将来的得救 现在的得救 但是有一天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刻 当那一刻来到 我们的身体必定得救 完全像主一样 这是我们的盼望 但现在我们只要还活着 肉体存在一天 自然就会有苦楚 而有苦楚 当然就会有叹息 人生有各样的叹息 工作有没有叹息 有叹息 服饰有没有叹息 有叹息 婚姻有没有叹息 当然也有叹息 你看很大声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缩小范围 不是谈工作的叹息 服饰的叹息 今天我们只谈 婚姻中的叹息与盼望 为什么我们对婚姻会失望呢 有一次有一位弟兄 有一弟兄 色情的弟兄 那时候服饰他很久 也帮他证了婚 结了婚 三个月之后 有一天突然打电话来说 赵华哥我想跟你谈一谈 我说你现在不在上班吗 你晚上再来 他说不行 我现在我请假就要来 我说好吧那你来吧 我想什么是这么样的紧急 到底发生什么事 他一进办公室就说 赵华哥我告诉你 我快崩溃了 我的婚姻快不行了 我说啊 才三个月 他说 我跟他讲 说赵华哥 我有很清楚的印记 结婚以前我很肯定 我娶的姐妹是神所配合的 绝对是清楚的印记 我上过完整的婚前辅导 可是为什么 我结婚三个月 我现在就已经这样的痛苦 你知道 婚前辅导是很重要的 但是该来的苦楚还是会来 到底婚前辅导 可以减少多少婚姻中的苦楚 大概不太多 所以预防胜于治疗 婚前辅导的意义是 当你婚姻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会回想到婚姻辅导当中 那些的原则跟真理 所以夫妻可以在真理中 一起面对那个苦楚跟那个痛苦 但不代表他可以减少 多少的苦楚 第二个多少印记都没关系 当然是神的旨意 这也是肯定的 但是该来的苦楚还是会有苦楚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还记得那时候婚前辅导 我跟你说 结婚那一天 在神面前立约那一天 就是要预备好 弟兄要预备好 那就是殉道者的开始 婚姻的过程 就是不断地割地赔款 直到有一天 你割光了 赔光了 你就完全死心了 那婚姻就死里复活了 那我跟他说 他说想到说 是 他说 周老哥你刚才讲的事 可是才三个月就要殉道吗 我说是 他就回去上班了 决定殉道 其实对婚姻失望 是必经的过程 因为婚姻是最赤柔柔的人性的考验 很多人想说 如何可以让婚姻不失望 我觉得那是假议题 因为人生总有一天 或是三个月 或是三年 上午就是24小时 师母就对我失望了 你会发现 因为只要时间够长 距离够近 长时间相处 英雄都变够雄 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得起 这样子长时间近距离 这样子生活在一起 而经得起检验的 你会很短的时间 24小时 48小时 你就发现 原来我先生是个罪人 你知道吗 原来他也有自私 原来他很骄傲 原来他偶尔还会说谎 你知道吗 24小时之内 一览无遗 说真的 姐妹要说尊荣弟兄 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你知道别人尊荣容易 但是妻子要尊荣丈夫 很不容易 需要天天被圣灵充满 才能够用神的眼光 来看我们的弟兄 我刚刚讲 我结婚24小时之内 师母就对我失望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是神学生 我是华生一年级的学生 所以我们的新婚 就在神学院的宿舍里面 贴一张喜就进去了 第二天 第二天 第一个早餐 第一个早晨 师母充满的浪漫 盼望 他煮了一桌子 非常丰富的早餐 他想跟他所心爱的丈夫 开始他婚姻中的 第一个浪漫的美好的早餐 虽然在神学院的宿舍里头 他就煮好了一桌子早餐 哇 感谢主 他说 郑华去拿筷子 然后就去拿筷子 结果我只有拿了一双筷子 他非常非常的 这件事情对他非常大的打击 他说你怎么只有拿一双筷子 你心里完全没有我 为这件事情 他念了我整整十年 整整十年 一直念 我结婚第一个早上 他只有叫我去拿筷子 我只有拿一双 可是我很冤枉 因为我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 我没有交过任何一个女朋友 我一次恋爱就进入婚姻 所以我昨天我还是拿一双筷子 所以没想到隔一天 我要拿两双筷子 我一时还转不过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是很冤枉 但我怎么解释他都不听 所以整整被念了十年 所以你看我二十四小时 就让师母让他失望了 所以你看看有一个婚姻的作家 比翼双飞 这很经典的一本书 作者是梅迈克 那梅迈克 梅迈克他本来要当修士的 一个当修士的人都很喜欢独处 默想 静默 结果在当修士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真正当修士 还遇见了一个姐妹 让她心动 所以她就进入了婚姻 所以梅迈克蜜月回来之后 就写了这本书 叫做《比翼双飞》 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我读给各位听 其中有一段话 有很多时候 我习惯躲在自己熟悉的角落 我不必去迎接别人的眼光 不必去揣测他人的想法 我是完整一个人 但是有一天我遇见的你 或者那个你 我不得不走到舞台中央 我不得不承受许多注意 我有被监视的感觉 那感觉如此真实 我有把自己交出去的失落 那失落好像没有止境 我想逃 我看到那个 梅迈克用监视这两个字 来形容婚姻的处境 哇 深有同感 真的是好精准 后面讲人家是文学家 就写的真的有气质多了 他说把自己交出去的失落 那失落好像没有止境 像我们这种就说 各地赔款比较粗俗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你在婚姻中有被监视的感觉吗 你在婚姻中 有曾经想要逃的感觉吗 不要回答我 PPT换下一页 OK 当你对婚姻失望的时候 该怎么办 其实这一天 不管24小时 三年 十年 其实我们在婚姻的过程当中 必定有一天会来到这一刻 对丈夫失望 对妻子失望 所以有人要教导说 如何可以对婚姻不失望 我觉得那是假议题 我觉得真正的议题是 当我们对婚姻失望的时候 我们应当怎么办 罗马书8章24节 我们得救世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因为对婚姻失望 迟早有一刻会来临 当那一天你会发现 你的丈夫不是你的盼望 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盼望 按照保罗所分享的 如果你已经对这个盼望 已经失望 就不要一直看着他 你越看就越失望 你不要把盼望 放在你丈夫的身上 或者你妻子的身望 你所见的盼望 天天所见的盼望 越来越不是盼望 你一直期待他 变成你盼望的样式 你只会越来越失望 很多姐妹很天真 很多姐妹很天真 他说我喜欢这个弟兄 虽然现在他达不到我的标准 他还不是我盼望的样式 没关系 我先结婚 结婚以后 我再训练他 变成我所期待的样式 这是婚姻悲剧的开始 姐妹们 你可以门选你丈夫吗 牛签到北京还是牛 你知道 你可以改变你的丈夫吗 怎么有可能呢 怎么有可能呢 不管是丈夫或者妻子 你知道 你婚姻的盼望不在于你的丈夫 也不在你的妻子 因为对彼此都很沉重 因为罪人再怎么努力 我们都达不到 神的标准 你的标准 对弟兄 对姐妹 都是 因此当你对婚姻失望的时候 让我们转向神 让我们转向神 我们人生的盼望 不是婚姻 是耶稣基督 你没有结婚 不会下地狱的 没有信耶稣才会 Amen 当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那一天 我们不再有叹息 各样的叹息都不再有 因为我们的身体得赎 那一天 我们将得到完全的自由和荣耀 Amen 因此今天 我们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在婚姻中的叹息中 如何能够找到盼望 第一个 人活着不是为了结婚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当我们在婚姻的苦楚当中 我们转向神 我们明白 人活着不是为了结婚 人生的目的 终极目的不是为了结婚 而是为神而活 婚姻的苦楚 就不足介意的 不要为你的丈夫而活 当然也不要为你的妻子而活 当然也不是为你的孩子而活 你知道我服侍过一个姐妹 她那时候重度的忧郁症 因为她为她丈夫而活 公司六点钟下班 六点半要到家 她就在门口等她的丈夫 她丈夫门一打开 她在门口 干什么 等你下班 丈夫迟到 这个公司加班 晚一点回来 她就跑到公车站 台北有公车站 在公车站 那个 公车站盘面等她 她一下公车 老婆在这 你在干嘛 我在等你下班 然后她如果晚上加班 超过八点以后 每五分钟打一个电话 八点 你还没有下班 加班 吃过没有 辛苦 什么时候下班 还在努力当中 快一点 过五分钟 天又响了 老公你还在加班 吃饱没有 快乐没有 工作完了没有 还没有 还在努力当中 电话挂了 过五分钟又响了 老公你还在上班 还没有回家 还没有下班 那个弟兄 最后只把手机关机 你知道吗 因为一开就响 一开就响 她形容 哇 夺命连环抠 你知道吗 八点钟以后 超恐怖的 所以她弄到自己 就快崩溃了 快忧郁症了 那个年代 还没有LINE的年度 没有WeChat的年代 都是那个类比的手机 手机只能打电话 有MSN这种东西 一回家手足交出来 开始检查里面 所有的信息 然后我们已经进入到 那种有LINE的年代里面的 那个已经数位的年代的 手机里面 不可以换那个手机 免得有危险 只能 手机你只能打电话 你知道 搞到时候自己快崩溃了 丈夫也快崩溃了 有一天她遇见神 生命改变了 她跟她丈夫说 我不再为你而活 我要为上帝而活 她丈夫很难过吗 她上次说 哈利路亚 赞美主 美们 不要为你的丈夫而活 不要为你的妻子而活 但是也不要为你的儿子而活 你为你儿子而活 你觉得你儿子很开心吗 有一天 当我们为神而活的时候 所有人都得自由了 当夫妻 两个人 在苦楚当中 不再为彼此而活 而是一起 为了服侍神而活的时候 不再为彼此而活 而是为了服侍 一起为了服侍神而活的时候 婚姻中的苦楚和叹息 就真的不足介意了 因为我们有比婚姻更高的目的 Amen 谁的婚姻没有苦楚啊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服侍神才是最重要的 Amen 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到三十五节 保罗讲婚姻 我很快地读过去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 娶得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妇人和妻女也有分别 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 要身体灵魂都圣洁 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 不是要牢笼你们 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 得以殷勤服侍主 经文很长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就是没有娶妻的也好 娶妻的也好 没有出嫁的也好 已经出嫁的也好 各有各的挂虑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不管什么挂虑 让我们行合一的事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我们可以 没有分心的 义无挂虑的服侍主 阿们 所以结婚不结婚 出嫁不欺负 不是重点 各有各的挂虑 但最重要的是 不管你是已婚 是未婚 是单身 最重要一件事情 让我们行合一的事 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可以殷勤服侍主 以前我白天的牧区 有一个姐妹 她白天牧区 就是白天聚会的 所以白天聚会 她不用上班 她的丈夫在上班 所以她最痛苦一件事情 就是周间的服侍 都没有问题 但礼拜天的服侍 就很困难 因为她现在礼拜天 不上班 不上班 那个时候还没有 周休二日的年代 所以她丈夫 礼拜天休假在家里 太太跑到教会去服侍 她先生没有信主 你怎么一天到晚 跑教会呢 都不顾家里呢 你周间跑教会 也就算了 礼拜天 我休假在家里 你也不扫地 也不煮饭 跑教会服侍 她觉得她 她无法接受 所以这姐妹 就跑来跟我说 她说牧师 我礼拜天不能服侍 我周间带小组服侍 探访没有问题 但礼拜天 我丈夫 她休假 我要在家里服侍她 所以这姐妹就行何以的事 但是她还是要守主日 她就是一大清早 礼拜天一大清早 先去菜市场买菜 买完菜之后回家 把菜弄好 预备好 把家里的地板 拖地弄得干干净净 弄好了之后 赶快冲到教会去 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 一结束之后 赶快冲回家 做饭给老公吃 然后把孩子弄好 老公就没有话讲 真的是很辛苦 为了服侍神的缘故 很有智慧 几年后 她的丈夫受洗了 夫妻两个 一起来教会 很感谢神 我跟他们全家 都算是熟悉的 说真的 姐妹结了婚之后 要服侍神 如果丈夫不是很成熟 为了好好的服侍 真的要讨丈夫的喜悦 但是有些丈夫容易讨喜悦吗 不是太容易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丈夫要服侍神 同样的要讨妻子的喜悦 今天要讨女人的喜悦 去这些也不太容易 你知道吗 汉流买面 方德胡款买钻石 也很辛苦 女人才会喜悦 都很辛苦的 但是说真的 不管你是结婚也好 是未婚也好 其实各有各的什么 各有各的忧虑 各有各的苦楚 但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为了要好好的服侍神 一无挂虑的服侍神 讨丈夫喜悦是重要的 讨妻子喜悦也是重要的 因为你在婚姻中 你不能不顾他们的感受 就来服侍神 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说真的 没有结婚就轻松多了 阿们吗 从服侍神的角度来看 真的 没有结婚 那就单身做了 好好的服侍主 不用看丈夫的脸色 保罗从这个角度 他说 意思 这不是牢笼你们 结婚有叹息 没有结婚也有叹息 但无论如何 不要因为婚姻中的叹息 好像就世界末日一样 好像人生就没有盼望一样 我们人生最大的遗憾 不是有没有结婚 我们人生最大的遗憾是 能不能够一生 专心的 殷勤的 一无挂虑的服侍神 Amen 婚姻不是我们人生 终极的盼望 第二 在婚姻中学习 忍耐等候 罗马书八章二十五节 但我们若盼望 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如果你明白 婚姻难免有叹息 耶稣基督再来 才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就能够在婚姻的苦楚中 忍耐等候 耶稣的再来 当然所有的苦楚都一样 不只是婚姻 因为我们的盼望 不在我们的丈夫 也不在我们的妻子 我们知道 人生的目的 不是为了结婚 而是能够一无挂虑的 殷勤服侍主 因此为这个缘故 为了服侍神的缘故 在婚姻的苦楚中 我们可以忍耐等候 我们有比婚姻 更高的目的 为了服侍神 因此为了服侍神的缘故 我们可以在叹息中 彼此的忍耐 因为我们要服侍神 那天我讲到 我跟师母 我跟师母 24小时在一起的 真的我们一起服侍 一起开会 不敢做什么事 我们都在一起的 说真的 我们的个性 是彼此互补的非常强大 强烈的互补 我们的个性 感谢赞美主 是正面的说法 所以我们对人的事情 对事情的处理 看法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03年出来 开拓教会的时候 开拓教会 每个礼拜都要讲道 开拓教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辛苦一件事 就是主日的早餐 主日的早餐 因为我喜欢乱说话 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有话藏不住 我有话藏不住 师母比较藏得住 我藏不住 所以我吃早餐的时候 就会聊一些 有的乱讲乱讲 讲讲就会吵架 一吵完架 可是我等一下来教会讲道 你就不知道 讲完道 这个夫妻吵完架之后 马上要上讲台 有多痛苦 圣灵都不见了 满脑一肚子火 然后又觉得要饶恕 要道歉 这个我不知道 光鲜牧师有没有经验 但你次数多了 你知道吗 真的 礼拜天早上好紧张 你知道吗 因为等一下要服事 所以我跟师母有一个默契 因为师母也知道我要服事 他后来才知道 后来才知道 因为我们开始自己建立教会的时候 就知道 每个主日是很多的服事 所以师母也知道 我有很多的服事 礼拜天一天 所以我们两个礼拜天早上吃饭 有一个默契 都不要讲话 免得擦枪走火 一整天都没有失去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就有这种默契 所以师母也理解我要服事 所以有的时候我胡说八道 他也就忍了 他就忍了 想说 等一下你要服事 我不要跟你吵 你知道 等一下你要讲道 我不要跟你吵 没关系 知道吗 等你讲完道 礼拜一再算账 所以那段时间 我们就是这样子去 真的就是 他很忍耐我 原因是因为我要怎么服事 我们有更高的目的 有时我们经历神营会 我们营会一下三天两夜 要到外面服事 带童工去营地 那我们开着车 童工有时候坐后面 我看到牧师师母两个都不讲话 好紧张 想说是怎样吗 充满着肃杀这样子 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们没有事 因为等一下要服事 所以我们避免讲话 免得擦枪走火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很谨慎 但其实师母不是常常讲 偶尔会提醒说 就是如果不是因为要服事 说真的 他可能也不会容忍我 因为我真的很幼稚 所以没有那么成熟 但是因为要服事的缘故 所以师母常常宽容我 因为我们的婚姻 有更高的目的 是为了要服事神 昨天你们看到我们的 那天看到我们师母结婚 三十周年的照片 其实我常常在讲台上 有会分享说 我以前长得多可怕 很瘦 长得真就是怎样的 要嫁给我真的很大的信心 其实很多弟兄姊妹 真的就是觉得 牧师你太夸大了 有一次我把那个照片 PO出来 真的 还有一个姐妹特别赖我说 牧师 我以前都觉得 你以前讲说你以前很恐怖 长得很可怕 这个很忧虑这样子 很忧郁这样 我觉得你很夸大 我看了照片 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夸大 然后我女儿看到那个照片 我女儿看到照片 她跑去跟她妈妈讲说 妈妈 你当年会嫁给爸爸 我觉得是真爱 但是感谢主 也有人正面评价说 看到那张照片 她说 哇 丽娟真的很厉害 师母真的很厉害 她逢低买进 感谢赞美主 这就正面积极 你知道吗 但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其实是因为我们要服侍神 我们的婚姻 有个更高的目的 是为了要服侍神 因为我们夫妻 都是为了要服侍神 而在婚姻的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 彼此的忍耐 等候 因为这一切枯渍 真的就不足介意了 马太福音25章 一到三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 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油 在器皿里面 耶稣基督的比喻 要教导我们 我们要像聪明的童女一样 当新郎迟到的时候 我们里面仍然有油 可以迎接新郎 当有一天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要成为一个 聪明的童女 我们是警醒地 等候主的再来 因为我们真正的新郎 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会完全地得赎 那一天不再有罪性 不再有自私 不再有嫉妒 一切的苦楚都会结束 包括婚姻的苦楚 但是在等候主来的日子里 在现在的苦楚当中 不要因为婚姻的苦楚 就好像人生失去盼望 好像活着没有意义 好像世界末日 在今生的苦楚里面 以至于让我们油尽灯枯 好像我们婚姻不完整 婚姻不完全 婚姻有缺陷 我们好像我们的人生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不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苦楚的当中里面 要像聪明的童女 预备好油 警醒地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Amen 第三个 要渴慕圣灵明白神的旨意 保罗说 况且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检查人心地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婚姻的苦楚 说真的不是一两天 有时候也不是一两个月 有时候慢慢长野 无始无终 好像不知道什么会结束 这种婚姻中的痛苦 跟这种折磨 这种苦楚 所以时间一长 我们很容易软弱 很容易软弱 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 不只是婚姻 我们还有更高的目的是要服侍神 因此软弱的时候 我们需要渴慕圣灵 我们需要渴慕圣灵 让圣灵在心里为我们祷告 你知道圣灵很重要的是什么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结婚越久的人越明白 我们怎么可能一辈子会都说 你爱我我爱你 你爱我我爱你 又不是青少年 你爱我我爱你就有用吗 结婚越久越明白 我爱你你爱 有时候真的爱不下去 就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你知道吗 这句话也不完全是错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结婚越久 我们越明白 真的那个久都用尽了 但是感谢神 我们有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以至于我们可以爱得下去 并不是因为你可爱 你结婚越久 觉得对方越可爱吗 猜怪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结婚越久 为什么仍然觉得对方越来越可爱 那是神的爱 你们 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爱 圣灵在苦楚的当中里面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在我们说不出来的叹息当中里面 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我们有从神来的爱 我们去看对方才会越看越可爱 因此当我们说 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为主癫狂 是基督的爱鼓励我们 在今生的苦楚中 能够继续的疯狂的服侍神 我们不是讲一个抽象的 不是讲一个像 像这种你爱我我爱你这种话的 而是我们真实的经历神的爱 哈利路亚 那种真实的经历神的爱 是因为在我们人生的困境当中 我们人生的苦楚当中 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我们经历了神的拯救 Amen 那是个人很亲事的经历 那不是那种风花雪月 说你爱我爱你 而是我们真正的经历到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拯救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帮助 神在我们受伤当中的安慰 这个爱是真实的 是神的爱是真实的 圣灵让我们经历 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Amen 因为我们经历过神的爱 以至于我们在人生中的 各样的苦楚当中 当我们能够度过我们生命中的难关 我们能够越过我们生命中的苦楚 是因为我们在苦楚中 我们经历了神的爱 Amen 所以我们可以度过这些 婚姻中的苦楚跟难关 是神的爱 第二个 不仅是能够在神的爱中 神的爱中激励我们 另外一个就是在 可以在现在的苦楚中 我们可以活出上帝的呼召和命定 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其实当我们爱神 在今生的苦楚中 我们仍然爱神 很重要 在苦楚中 你仍然爱神很重要 因为在你在苦楚中 你仍然爱神的时候 你看万事就会互相效力 叫爱神人得益处 得到什么益处 最大的益处是什么 我们在苦楚中 我们明白了神的呼召跟命定 阿们 当你凡事顺利的时候 你不会问为什么 好像我们凡事顺利 过得很幸福的时候 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当你在 在今生的苦楚中的时候 你开始问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要建立这些的苦楚呢 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人在苦楚中 才会问为什么 圣灵 当你仍然爱神的时候 在苦楚中 还是爱神 要服侍神的时候 在苦楚中 圣灵向我们显明 在你今生的苦楚中 神对你的呼召和命定 阿们 因此我们在各样的苦楚中 我们还是可以活出 活出呼召跟命定的 哈利路亚 所以我在这里 我要鼓励一些弟兄姊妹 如果是未婚的弟兄姊妹 未婚的弟兄姊妹 我真的说你不要随便乱娶 你不要随便乱嫁 真的 你只看到很多 很爱主的弟兄 很爱主的弟兄 服侍神的弟兄 娶了一个 一个不爱主的姐妹 呼召也毁了 没办法 婚都结了 那真的就没有办法 什么服侍都不要提了 功力大概只剩三分之一 因为 不行啊 他讨妻子喜悦 讨妻子喜悦 就你去了半条命 知道吗 当然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的是很多爱主的姐妹 嫁了一个 一个特别的弟兄 你知道 呼召也毁了 本来要当宣教士 本来要服侍 可是要讨丈夫的喜悦 讨丈夫的喜悦 讨完之后就不用服侍神了 如果你要服侍神 如果你这一生 要好好服侍神 未婚的弟兄姊妹 不要随便乱娶跟乱嫁 如果我们中间有单身的弟兄姊妹 或许你今天的离婚 第一次的婚姻 我们不要去控告那些离婚的弟兄姊妹 因为离婚的背后 有太多 太多说不清楚 每个人有背后无法理解的故事 我也不企图去理解 反正你已婚都离了 但是我要鼓励你 你很不容易得到自由了 真的不要再随意进入第二次的婚姻 保罗的建议是很务实的 不是要牢笼你们 手术安藏是好的 你现在一个人好好服侍神 也不要讨丈夫的喜悦 多好 自己花钱自己花 自己赚钱自己花 干嘛找个男人来折磨你呢 但单身的弟兄我另外有教导 不在这里教导 除非 除非 你遇到一个弟兄 他比你还爱主 比你还爱主 真的 你第一次婚姻 找一个比你没有你爱主的 那就算了 反正就算了 如果你真的要进入第二次婚姻 一定要找一个比你更爱主的人 你知道吗 如果他比你更爱主 你在婚姻中的苦楚就值得了 我讲苦楚 离婚的弟兄姊妹最清楚什么叫苦楚 我们不控告 我们不定罪 但我真的说 我们教会有很多单身的姐妹 快乐得不得了 自己赚钱自己花 然后也不用讨丈夫的喜悦 就好好的服侍神 感谢赞美主 Amen 如果在已婚的弟兄姊妹 我真的说 婚姻不可能是完全的 谁的婚姻没苦楚 但苦楚不是重点 其实当我们在苦楚中爱神 我们苦楚中 婚姻明白有更高的目的 我们的婚姻不是你爱我 我爱你就算了 不是这样 我们的婚姻不仅你爱我爱你 更重要的是神爱我们 我们在一起是不是要服侍神的 当我们要服侍神的时候 婚姻中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 而最重要的是 当我们在婚姻的苦楚当中 当我们因为要服侍神的缘故 你会看见苦楚中就会有恩典 婚姻中最重要是要有恩典 我们的婚姻为什么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美好 不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完全 谁的婚姻没苦楚 而是我们在苦楚中有神的恩典 阿们 而且在苦楚中一个恩典就一个恩典 所以我们感受到越来越幸福 不是我们的婚姻越来越完美 不是 而是在我们的婚姻的苦楚中 常常有神的恩典 这恩典让我们感受到幸福 你怎么会有恩典 相信神就有恩典 怎么会有恩典 当你在苦楚中仍然爱神就会有恩典 有些婚姻中的问题是一辈子不能解决的 不解决又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要服侍神 那些苦楚不足介意 神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在恩典中更认识神的美好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Joannaone 挣一本 想当作活迹 做主生前 归中的祈祢 你 这个 復父恩 会 比重足 教 管我 使我花旗充满莫大能力 有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忍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因播出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向这标杆指引跑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忍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因播出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向这标杆指引跑 再次来宣告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 全心全忍都给你耶稣 一生一因播出荣耀的护照 勇敢地向这标杆指引跑 好不好我们同声的开口祷告 同声的开口来祷告 耶稣我们一起来到祢的面前 每个人婚姻的处境都不同 不管是单身的 是未婚的 或甚至失婚的 还在婚姻的苦楚当中的 耶稣我真的祷告 主啊今天早上 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经历神的爱 主啊让我们是到婚姻中有叹息 婚姻中有苦楚 但婚姻中在神的恩典当中 主啊依然有盼望 耶稣这盼望 主啊不是从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妻子而来 这盼望主啊乃是从神而来的盼望 耶稣帮助我们 主啊在现今的苦楚当中 让我们仍然能够活出神的呼召 和神的命定 耶稣婚姻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 耶稣婚姻不是我们的终极的呼召 服侍上帝才是 我们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来服侍神 耶稣让我们看见婚姻有更高的目的 耶稣乃是为了要服侍神的缘故 亲爱的主帮助我们 耶稣为许多在婚姻空楚中受苦的人 主啊祢知道他们的苦楚 祢看见他们的眼泪 主啊很求意 耶稣即使在苦楚的理念 主啊很多很难改变的事实的理念 主啊我们仍然要活出上帝的呼召跟命定 主啊我们为许多可能是一些诞生 在婚姻中主啊曾经受苦 耶稣他们现在可能是婚的光景当中的人 主啊喜乐的灵充满在他们的身上 耶稣即使我们的婚姻可能不是完整的 但是神有够用的恩典 耶稣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继续的来服侍神 来仰望神 耶稣我们也为未婚的弟兄姊妹祷告 耶稣不要因为孤单 耶稣不要因为寂寞而结婚 耶稣那是让他们明白 他们是有清楚呼召的人 那他们一定能够找到 他们从神来的梦想 上帝把他们梦中的情人带来 耶稣是为了服侍神的缘故 耶稣谢谢祢的恩典 赞美祢的名字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主耶稣我知道每个人有婚姻不同的处境 不论是单身的 失婚的 未婚的 或是在婚姻很艰难的苦楚当中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主 愿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 每一个人的心里 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所爱的 或许过往有一些决定是错误的 或许过往有一些的冲动造成今天的痛苦 但是无论如何 主啊 这一切不能拿走我们的命定跟护照 主啊 帮助我们 婚姻不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的目的 服侍神才是 主啊 帮助我们 不管在任何的处境当中 耶稣我们都要活出我们的护照跟命定 我也恳求主 给我们在婚姻的苦楚中有恩典 耶稣很多事情未必能够改变 但是主啊 祢的恩典够我们用 耶稣当我们为了服侍神 我们忍耐这些的苦楚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基督的再来 主啊 这些的苦楚就真的不足介意了 让我们为神而活 不管是单身也好 不管是失婚的弟兄姊妹也好 耶稣不管在婚姻的苦楚中的弟兄姊妹也好 主啊 让我们勇敢的 主啊 我们为神而活 勇敢的为神而活 我们这一生都要服侍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阿们 请坐 谢谢张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篇宝贵的信息 题目叫做